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目前两人分房睡隔离 时隔数日后 红楼红在脸书晒出与老婆合照 暖心喊话 这场时期大家要保重哦 以让粉丝们松了一口气 留言替两人加油打气 对于确诊后的身体近况 红楼红透过经纪人回应 我们都有好转一些了 症状改善很多 还有点轻微的咳嗽 但喉咙已经不痛了 体温也正常 此外 他也不忘感谢这段时间 为他们夫妻提供保健信息的歌迷朋友们 让他们觉得很温暖 也希望大家做好防疫 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健康 一起起心抗疫 1963年 红楼红在日本东京出生了 全家人都很喜欢这个到来的小生命 可能是受到了家庭的熏陶 红楼红从小就喜欢歌曲 这让他的父亲很是欣慰 他也愿意支持儿子的梦想 之后 年近五岁的红楼红 就在父亲的带领下走上了舞台 完成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演唱 为红楼红彻底打开了音乐世界的大门 后来在父母的安排下 红楼红进行了系统的学习 不得不说 他在音乐上的天赋很高 到了十岁 他已经完成了第一张灌录唱片 孤儿类 渐渐名声在外 家人为了他可以提升的更快 将十三岁的红楼红送到了日本求学 这段岁月是他最好的上升期 在名师的指导下 他的演唱水平开始了土飞猛进 再加上自身的天赋 就像一颗冉冉升起的明日之星 结束日本留学之旅回到台湾后 他依靠一曲《一支小雨伞》 红遍整个台湾 年寿成名的他有了自己的第一支单曲 这一年他才十九岁 随后他成为了台湾很出色的歌手 像自己的父亲一样 歌声响变了整个台湾 他的人生从此进入了黄金时期 一曲借着一曲发表 每一曲都唱进了台湾人的心中 大街小巷都可以听到他的歌声 成为了大家很喜欢的歌手之一 在此期间 他也掌获无数大奖 如金曲奖最佳男演唱人奖 最佳方言歌曲男演唱人奖等 并且将台湾歌曲发扬光大 为台湾音乐注入了新的活力 事业上的成就 掩盖不了红龙红次生活混乱 绯闻不断的事实 因为名人的歌喉 以及自身非凡的成就 让一些和他身份地位相当的女孩 希望可以和他有一段美好的姻缘 其中被称为台湾天后的江慧 是第一个让红龙红心动的女孩 她在这个女孩身上 第一次用了认真的态度 而且他们的社会地位较为相当 都是公众人物 这样的结合是最为合适 在当时也是被很多人看好的 还有一些朋友撮合他们在一起 但是两个人并没有在一起太久 就分开了 据传言说 分开的原因是 红龙红的父亲红一峰 不喜欢同为明星的江慧 大概觉得江慧抛头露面 不是好女孩的镜像 不能做好红龙红的嫌内入 于是逼迫两个人分手 在这之后 红龙红结识了她的第一任妻子 江秀美 她们相识于一场教会活动中 可能因为当时两个人的爱好相同 这使得红龙红十分喜欢这个女人 其家庭也足够优秀 家里人迅速同意了这场婚礼 并在1998为其二人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可惜好景不长 两个人在1999年火速离婚了 外界对于这位妻子的信息也不是太多 可能不属于演艺圈 不想活动的暴露隐私 不过这段婚姻真的结束得太快了 让人猝不提防 大概是婚后两人发现秩序不相投 难以为及 所以选择各自安好 一拍两散 让红龙红的第一场婚姻 以失败而告终 之后 红龙红在1999年 与第二任妻子 陈诗语忘婚 这位妻子可谓是红龙红的工作搭档 她在创作方面既有天赋 很快赢得了红龙红的青睐 为此 红龙红经常邀请她一起创作歌曲 或者加入到项目中来 一来二去 两个人更加熟悉了 这也为他们之后的婚姻关系 变定了基础 之后 为了关系更加稳固 陈诗语放弃了她的工作 转而成为了红龙红的助理 两个人如交似妻 也是一对令人羡慕的伴侣 在生活中 他们也很友好 因为陈诗语身体原因 导致他们的孩子迟来了很多年 但是红龙红还是很爱陈诗语 并没有因为这个原因而抛弃她 在两个人的坚持下 他们的小朋友终于如鱼而至了 在重重努力之后 迎来了第一个爱女 为这个家庭带来了欢声与笑语 2005年后 红龙红一家人就移民到了加拿大 陈诗语和孩子经常居于加拿大 而她本人则由于工作原因 长年在台湾生活 分居的现状导致后果的发生 本来就喜欢偷信的红龙红 远离老婆和家庭生活 本性彻底暴露 她身边的情人就没有断过 后来更是变得光明正大 其实在陈诗语怀孕期间 红龙红的情人也很多 只不过这些是大家后来才知晓的 而陈诗语也是千辛万苦的 才生养了第一个女儿 却遭到了丈夫的背叛 这让陈诗语很愤怒 于是她决定和红龙红分居 其实红龙红小离婚并不难 但是爱与孩子一直选择一人 直到2013年 陈诗语突然决定和红龙红离婚 独自抚养孩子们 后来有消息传出 两人离婚是因为红龙红 真的爱上了一个情人 这个贵妇小三 才是他们离婚的真正原因 她就是东风房产执行董事苏珊 红龙红曾经在2013年9月份 出席苏珊在台北精华酒店版的 投资说明会站台 这可能说明 红龙红已经直接向前妻摊牌了 据悉 红龙红年少时在日本学习 而苏珊的工作性质 则导致她经常往返于台湾和夏威夷 这就为两个找到了共同点 所以两个人的共同话语更多 在一起生活较为舒服 总之 两个人处于热恋期 而且已经交往了很久 尤其是苏珊是一个有身份 有地位的女子 传闻苏珊身价数千万元 年约40岁 长相美丽大方 身材高挑纤细 粉受男人的喜欢 而且本人热心公益 经常捐钱给慈善机构 正因为如此 使得红龙红败在了她的石榴裙下 不惜与相伴多年的妻子离婚 但是两个人并没有走到婚姻的殷堂 时间兜兜转转来到了2017年 已经50多岁的红龙红再次打婚 果然发现一辈子 男人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 这次的结婚对象统为歌手 而且还是一个非常有名的歌手 那就是被称为小邓丽君的张静云 她声音甜美 歌声将红龙红吸引到身边 而且他们可以相遇 是因为一次餐桌酗旧 这次聚会之后 让他们有了共同语言 张静云与红龙红同属华特唱片 因此两个人有很多的交集 也是就相识了 所以这次再相遇 可以说是再续前缘 红龙红再次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和她的第三任妻子张静云喜结连礼 其实两人曾经因为进度太快 导致张静云心生不安 而出言拒绝过红龙红的求婚 可是奈何红龙红太喜欢张静云了 而且两个人都是基督教徒 对婚姻十分慎重 于是经过基督教的受谢后 两个人看到了彼此的真心 决定携手共度一生 虽然如今红龙红再次拥有了一段幸福的生活 但还是经不起岁月的蹉跎 之前被有相关媒体报道 红龙红因身体微样 爆发急性痔疮 由内治转为外治 据老婆张静云描述 急触肿得像鸡蛋一样大哥 受到各界关心 突然涌入大量电话 通讯软件慰问 包括官方脸书资讯 小片公司也接到不少粉丝询问电话 令声线低调的红龙红 倍感窝心 却也感到抱歉 直说让关心她的亲朋好友们担忧了 往后 并会更加注意自身身体状况 也透过媒体调达她的感谢之意 红龙红后来也曾吐露 选择歌曲期间 自己因久坐而爆发急性俱冲 幸好开刀后已渐渐康复 让两人深深感悟到 日常生活中真的要多注意身体保养 平安健康最重要 当初为了尽早完成选举工作 红龙红几乎整天埋手于电脑前工作 吃饭也很随意 使得内置转为外置 痊愈后的她也呼吁 希望大家不要碍于面子 而不寻求协助 更别忽略身体的小毛病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别忘了动动手指 点击订阅 点赞 分享哦 我们下期更精彩 拜拜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